Q弹美味的炒果条如今令人闻风丧胆 因为两名保龄中毒死者都吃过 22号吃完新济至收客的39岁女性男子 28号在血液中验出米酵菌酸 第二例66岁阳性男子多重器官衰竭 也在29号解剖后被验出体内有米酵菌酸 特别是抑制了我们身体的能量工厂 粒腺体里面的特别的能量的转换酶 完全让所有细胞都停顿 顿时没有能量去让它继续运作 所以就看到我们病患很严重的肝衰竭 首次在台湾被验出的米酵菌酸被指为中毒按原修 但这个罕见毒素无色无味无臭 温度二十几度酸简直偏减最适合生长 尤其变质淀粉和富含脂肪酸的玉米和椰子 罪易受污染 即便高温烹煮也杀不死 多数产生一两天就有三十到一百%的致死率 清洗重要器官后也不可逆 是来自于印尼爪哇的一个产品 叫Temple Bonkwak 那这个产品呢其实是用椰浆做成的 米酵菌酸不如讲是椰米酵菌酸 会更贴切 担心米制品被波及 学者建议米酵菌酸最好证明 盐米酵菌酸 上市专家何美香更喊话 扣茶茶室所有食物 更要避免米酵菌酸进入植物生态 它本来就是一个植物的病菌 不是人的病菌 只要是在一个潮湿的环境 它应该是很容易落地生根 我们希望找到的是抹进口食物 不是台湾自产的 但就怕温床不止果条 卫福部决定兵分两路追查 将死者患者列为减体优先对象 茶室和上游供应商大阪城的果条 及餐厅环境都要逐一裁减 防堵其他漏网之余 新闻 唐信 梁俊乐 台北报导